南陵部远处有一座高大的风土 这就是北宋第一帝陵 永昌陵 宋太祖赵匡印 亲自为自己选定的陵秦之地 这座陵墓的主人赵匡印 为什么能在群雄逐鹿的五代乱局中脱颖而出 宋朝的创立如何能做到 兵不血刃 藩阵割据军阀混战 为何能在宋朝彻底平息 出身军武的他是如何成为一代明军的呢 这里是洛阳地铁一号线 贾马营战到了 公元九百二十七年 赵匡印出生于洛阳贾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赵红因任后堂进军骑兵指挥官 少年时代 赵匡印受家庭熏陶 爱好习武 天赋极高 学骑射 折出人上 公元九百五十年 二十三岁的赵匡印来到河北 投靠在正招兵买马的后汉疏密室郭威帐下 一年后 郭威称帝 建立后州 赵匡印因战功被提拔为进军东西班行手 成为宫廷进卫的小头领 公元九百五十四年 州太祖郭威并续 扬子柴荣即位 视为周世宗 同年 北汉勾结契丹 对后州发动进攻 赵匡印随周世宗前往营帝 双方在高平相遇 展开激战 高平之战 开战不力 后州右军溃败 柴龙陷于险境 身为副将的赵匡印说 主危如此 无数何得不致死 而后 赵匡印一马当先 率领两千士兵 杀入敌营 入不可挡 虽手臂重箭 却拼杀在前 最终 后州反败为胜 赵匡印一战成名 班师回京后 赵匡印受封殿前都于侯 成为进军高级将领 随后 奉赵政军 进一步奠定了他 在后州进军中的地位 此后几年 赵匡印追随柴龙 征战南北 开疆拓土 三征南唐 破市南唐 隔让江北十五州 赵匡印 因公被提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兼中武军节度士 公元959年 周世宗柴龙 北发幽云十六周时染病 返回开封后 任命赵匡印为殿前都典检 成为进军最高统帅 不久 柴戎并续 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迅继位 二十七岁的福太后 垂帘听政 皇上太小 赵匡印未来的命运 会如何呢 公元九百六十年正月初一 京城皇宫 崇元殿 福太后和小皇帝 正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 突然边防急报 气单与北汉联兵入侵 后州朝廷 一片慌乱 只得受命赵匡印 统领全国兵马 率军御敌 正月初三 大军北上 一个善观天象的小校 苗迅称 日下 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 二日魔荡 乃改朝换代之下 一时间军心思变 当晚 大军夜宿 据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义 这里是河南省丰秋的陈桥镇 黄河湾 从南部流过 在陈桥镇 有个不大的院落 几座电雨 一片水塘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陈桥义 今天是二零二二年 正月初四 因为疫情 一战大门紧闭 一千零六十二年前的今天 赵匡印在这里 黄袍加深 陈桥义正门对联写道 陈桥兵变 殿宋代基业 黄袍加深 定赵氏乾坤 大殿前侧 立有记马怀碑 相传 这是当年赵匡印 拴马的一株骨怀 另一侧室碑 刻有宋太祖 黄袍加深处 据宋史记载 诸孝 漏刃列于庭院 诸君无主 愿策太位为天子 位及对 由以黄衣 加太祖身 众皆罗拜 忽万岁 事已至此 无可挽回 就在这个黄河北岸的小小驿站 赵匡印挑起了终结五代十国分裂战乱 拯救天下苍生与水火的重担 赵匡印 约法三章 不得经贩周太后和幼主 不得凌辱大臣 不能抢掠朝廷府库和百姓 随后 率军返回开封 完成善让大力 建国号宋 改元建龙 短短四天 大宋取代了后周 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的一次 朝代更迭 兵不血刃 事不义似 改朝换代 这场原本咆哮血腥的洪流 因陈乔义变得清澈明镜 三十四岁的赵匡印 创造了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 登基后的赵匡印 一直在思考 如何能彻底解决五代十国的乱象 使大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 第六个短命王朝 确保政权稳固 天下太平 在多次与宰相赵普商议后 赵匡印下赵 对地方节度时 置其前谷 收其精兵 分其兵权 财权 对于位高权重的进军首领 重赏金钱 并与其联姻 让其富贵还乡 收回兵权 这就是著名的 威九士兵权 经过两年的整顿后 进军实力与中央集权显著增强 赵匡印 赵匡印确定了先义后南 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 从公元963年到975年 赵匡印先后派兵 收复近南 湖南 后树 南汉 南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